轰6K战机有着战神之称 它是我国自行设计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 该型战机一经问世 便成为中国空军远程进攻作战的核心力量 最大航程可达8000公里左右 最大作战半径超过3500公里 那么它可以一次性搭载6枚 具备对陆和对海能力的常见10A型巡航导弹 导弹射程上千公里 令轰6K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 成为我军的空击远程打击的一个重器 那么轰6K有哪些优势 列装空军以后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来听听航空工业研发团队负责人何胜强来解读 轰6K战机是一种具备远程奔袭 大区域巡逻防区外打击能力的中远程轰炸机 它继承发扬了轰6飞机优秀的气动布局 改进了发动机和武器雷达等系统 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信息化程度和武器挂载能力大幅提升 动力强劲 燃油效率高 挂载量大 挂点多 适于挂载的武器品种多 战场态势感知和信息感知系统完备 有一定的自卫能力 自我保障能力强 蹭圆分工优化合理 作战使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力气 轰6K的列装和运用是中国空军初步具备了信息化条件下的远程打击能力和全疆域覆盖能力 为空军实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要求提供了可靠可用的大国力气 近年来空军轰6K战机东海警巡 南海战巡 展翅远洋 使命空间不断扩大 全疆域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执行任务非常漂亮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看了以后也会感到很振奋 我们还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未来的轰炸机一定适合一流军队的要求 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伴随而行 是一种支撑和保障